那这边的话呢这个范例 第一个就是我们按一下menu的时候 预设是这样 预设是请按手机上menu按键 那menu每一只手机上面都一定有menu键 menu键 上面不见得会有menu啦 不过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像类似 它上面即使不是menu 它也会是像这样一条一条的 告诉你说这个是一个menu 类似像这样一个按钮 可能长得类似像上面是menu或者是 条状的 那每一只手机都不太一样 你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它会有个menu跳出来 那有两个选项 甚至你可以多个选项 那甚至你可以一个主要的 再按下去它还有第2层第3层 可以有个层次 那比如说呢 你们这个每个app 因为你要让人家知道说 作者是谁 那你可以按下关语的时候呢 按下去 这边跳出一个toss 这是一个免费的版本 那按menu 如果这个 这个程式呢要 这个app要离开的话 你刚按结束 按结束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跳开了 就离开了 那如果它继续在播放的时候呢 再按menu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建立你要的一些相关功能 可以在menu键里面 那现在很多app都利用这样的方式 把一些主要的功能放在这里 那它有点像 类似什么的 类似我们在操作PC上面的这上面的这些功能 也就是你可以把一些相关的功能放在这里 那将来大家就知道说 你按menu之后就可以 去执行你进阶的其他的功能 而有些主要功能才会在画面上显示 进阶功能呢 会在这个menu上面显示 这部分 操作的部分 主要是这个部分 这个要注意的 那首先的话要怎么样做出像刚 那我们现在这些功能 我们希望这些部位 这些部位